徐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聊你这本书 这本书是关于一开始是FB的一个小游戏 是 大家写了一个什么你想不到的点 从这边开始帮他想对不对 是的 那时候FB在玩一个活动 就是丢十个自己曾经赚到钱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不是自己做过的 让大家猜 所以有九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那所以我就丢了一次玩一下 后来我觉得好像还有 就丢了两次三次四次 我竟然可以丢到五次 也就是说我竟然可以想到45个 曾经做过的事情有赚到钱 对 就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一开始是意外的一个发想 最后你就去重新审视 从小到大 对 曾经经过的差就对了 是 好 那就是这个书 大概就以年纪来区分了 是 从这个小孩一直到青少年 一直到学生时代 以及留学 以及到最后在职场 是 我们就先从小孩开始 小时候你说这个你阿嬷 会玩那个四色牌 是的 然后在旁边帮忙打点这个小杂事 就有一些红包 是 以前外婆就进一个小赌场 在家里进一个小赌场 那他们下午都会打牌 因为阿姨们大概就是下午就比较没事情 说可以过来打牌 但是那早上我们小孩子做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打四色牌 那四色牌其实从批发买回来之后 其实我们每一副药打开打散 然后再把一捆捆捆好 这样下午他们就可以打 所以我们小孩子就做这种比较简单的 但是因为也花了时间 花了力气 外婆都会给我们一点点零用钱 去买零嘴 抽个酱等等 他那个四色牌就是刚买来的时候 可能会粘在一起 所以你们要一张一张把它戳开就对 而且要把它打乱 就比较没有规则 这个样子 这样他们玩牌换牌的时候比较快 对比较快 其实那个消耗蛮快的 很快 因为四色牌跟麻将不一样 麻将是一副就打到底 对 那四色牌大概几回之后就要换 是因为他放在这个床上 去摸牌的时候不像麻将这么容易 他有时候要沾口水去粘起来 所以这个因为是纸 用纸牌所以很容易就坏掉 就会常常换牌 所以玩几轮就是要换一副就对了 大概我记得小时候 大概就是六轮八轮 或是有人不开心他觉得不好就换牌 其实普克牌也会 我后来才发现 玩普克牌如果真的在赌 他们几副牌就要换掉 后来看了一些赌博游戏才发现 就是说怕有些人做暗号 是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纸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搓一搓 那个纸感也会有问题 好这个是小时候 其实青少年你的火大部分都是体力火 对不对 就是用时间用体力去换钱 对用时间用体力去换 对对对对 你以前有送过海报我也送过 以前那个 哇扛那个海报一次扛五百一千张 是 然后这样子沿途走沿途走 真的是非常重非常累 如果是补习班的就还好 因为它是那个影印纸 对 其实发最最辛苦的就是那个建设公司 房地产的 房地产的 很厚 很厚 对对对对 就是它印的越有质感才会越吸引你买这样子 嗯 是是是 就以前还没电子化的时候 只能靠这种所谓的这个彩色的这个文宣 对 而且他们还会骑摸车跟着你偷偷的去寻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以前都不晓得 他怕你整捆把它拿去丢掉 所以他如果规划你哪条路线 他们大概就会沿途看一下 因为基本上你塞在信箱里不会马上被抽掉 所以只要看了几次 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按死发 是是是 然后后来就发现一些小诀窍 一个信箱一次塞两张 呵呵呵 这样比较快一点 都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都会先摆在一个地方嘛 然后就发完 然后再回去拆另外捆成这样子来来回回 哦 那你们还比较有技巧 我们是真的硬扛在身上 对啊 因为你放在那边万一整捆被人家拿去回刷掉 这个这个我们也是很担心对对对对 是 然后还有一些补习班的对不对 对 补习班是不是都在打电话招生的 呃没有当当时我没有在我的那个自己的文理补习班 而是在一个托福班 嗯 那托福班其实都是英文 我们以前国中生怎么会懂这么多 其实我们就是去写那个信封记 记传 哦因为他说你字很好看 哦对对对对 还有一种是录音 嗯 就是那个托福班不是要那个听力吗 对 那听力以前其实很土法炼钢啊 就就是做一个母带 然后母带拷贝成子带 嗯对那我们就去按 按play然后recall 另外一个按recall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个就跟拷贝那个录影带一样 以前呢我们还有那个VHS那个β的那个录影带 对对对对对 也是他们一卷母带来的时候会考好几片分柱出去 是是是是 嗯 现在跟学生讲这些他们无法弥解 然后等你到了这个学生上大学你的监猜就更多了 是上大学就因为接触嘛接触比较广 而且时薪也变高了对 有高了一点啊因为接着工作不一样 嗯包括你到日本去留学啊是 连留学也可以赚钱 呃应该讲说留学要活下去就等下 不得不不得不对嗯 虽然有考了一个奖学金过去 但是因为要待很多年了 所以我其实就会开始呃有一些生活上面累积存款的的打算 那所以我第一年过去我就一考完研究所就开始打工了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日语不是沟通很好 所以去餐厅打工只能洗碗哦 所以我洗碗大概洗了几个月吧 因为就是碗收回来之后要第一个要先过油 就就是要去油嗯对然后才放进那个洗碗机嗯 所以我就是做那个去油的那个动作哦 稍微讓水過一下 對 讓它變少一點 但是雖然是戴手套 但是可能真的味道關係 覺得還是很油 還是很油 不過這個大概就是經過了 大概快半年 然後後來就可以能夠溝通 就到前台 那其實有一陣子還當二廚 因為大廚有時候要我幫他去翻拆 或是做什麼 他就發現你還蠻有技巧 就是以前可能在家裡有幫過 是因為我很喜歡做料理 是所以他可能看我的那個知識 覺得還不錯 那就問我 那我回應了他之後 他就讓我幫忙炒菜 但是我也炒了手快斷掉 用單隻手在炒 後來他就跟我講 這種所謂的大餐廳 就是食堂 學生食堂 炒菜要用跟餐子一樣 兩隻手去翻 所以他就是要快 量大 對量很大 都是那個很大的鍋子 所以他不是煮一些比較精緻的 不是 大火快炒 然後鍋子大鏟子也大 那就跟當兵那個火石兵一樣 很像很像 對 因為很大的餐廳 對 所以你在那邊一開始就是要練一些聽力 因為可能有些人表達比較快 你不一定聽得懂 是的 然後等你越來越熟悉 就有機會當所謂的研究助理 是就可以幫老師 那後來其實有會去做一些可以接電話協調的工作 後來回來之後就到大學嗎 是我會就正式工作就是在學校教書 那薪水終於穩定了 這個是最穩定了 應該就是說二十幾年來的本業就是在這個 而且如果你有本事有能力的話 其實大學有很多這個會議或是有很多的這個專案其實都有機會 是從這個大學老師的身份 衡出去其實蠻多可以去接的 包括校內的 對 一些什麼審查啦 會議啦 等等 那校外當然就更多更廣了 就是由我本身自己比較有興趣的一個專業的領域 跨出去就有很多的案子可以去接 是 所以有很多也是針對學生的 包括你講的是一些面試官啊 或者是論文指導教授什麼的 是 學生要進來或者是學生要出去 可能都需要我們做一些所謂的論文的審查啦 書類的審查口試 對 看老師這樣寫其實你每一次都還蠻認真的 都很認真的把他當一回事 不是只有為了賺錢 對 我覺得賺錢多或少我覺得都是還好 但是因為就被賦予一個責任 你覺得應該是要把它做好 因為他可能會決定一個人的後面的人生 對 就是研究精神 該認真還是要很認真 是的 甚至你還是會被找去那個奇幻小說去當評審 是 這個其實蠻意外的 當然我有一個朋友他說把這個任務這個要丟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我其實跟奇幻小說這個部分其實不太接觸 我連金庸古龍的都沒念完 都沒看完 都沒看完 對 頂多就是哈利波特 而且還是主要是看電影 對 所以後來 他們覺得我比較愛做夢 常常天馬行空想一些東西 所以他就讓我去試試看 對就擔任了兩屆了吧 對 對啊 秦幻小說很多人還是蠻喜歡看從日本過來的一些推理小說 推理 對 日本推理真的蠻好看 真的超厲害 日本人超細心 是 好 那你還曾經擔任過這個校長大學校長 創意大學校長 結果一年就熟了 是 其實這個我那時候丟在那個臉書上面的時候 大家都猜這個 尤其跟我越熟的朋友 他都覺得這個我沒做過 沒聽過 對 因為完全沒聽我提過 而且台灣的大學就是這些大學 很容易查 但是其實我是在網路上面的一所 就是創意的大學 是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本來是有機會 只是創意太快 走太早了 對技術還沒到就對 技術也好 或者是整個風氣還沒有 那我們那時候是希望能夠帶起那個風氣 風氣就是有一個發表的平台 又有導師指導 然後他可以結合媒體等等 如果現在來做就容易多了 因為現在網路速度跟以前快非常多 以前就是網速不夠 所以你開個網頁要開好幾分鐘 人家就受不了 而且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只想要 把自己的東西放上去 對 而且現在網紅也變一個職業 所以透過網路自媒體來經營自己的品牌 是很習慣的事情 所以以前他們概念一開始發想很好 只是軟硬體還沒到位 還沒有到位 然後一般年輕人的創作者的觀念也還沒到 所以我們還要特別去辦說明會招生 好 然後因為你個人其實經驗豐富 所以也曾經在很多行銷顧問公司擔任過顧問的工作 是 然後有一些也沒有拿到錢 公司倒了是不是 不過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就是說他其實是把我學校裡面一些關於消費心理學的這個部分能夠帶到業界去 然後其實我都在做實驗 其實這些公司有時候像有些公司他給我一個小團隊 三個人五個人 那我就覺得可以把一些假設去做市場的 理論去實踐 是 那有時候會覺得是成功有時候失敗了 然後我也能夠享受一個團隊的那種感覺 其實還蠻不錯的 所以有沒有錢都還好 大學所學去做一個理論的一個具體實踐 是 所以其實最後得到收穫最多還是自己 是自己 然後是一群曾經跟你一起做事的人 其實我在這個書裡面 其實都不是在教大家怎麼賺錢 都是去珍惜一些跟你共識過的人 對 每一次都是一個機會 對 每一次都是一個機會 不一定賺到錢 可是一定會學習到很多 是 包括老師你個人因為在日本留學過 所以日語專長也是你的斜槓之一 是 寫過日語工具書 有 那一側還賣到五位數 賣得不錯 對 還賣得不錯 對 所以前後出了三集 所以最後一集還沒機會出 對 後面其實還有兩側想出 本來是五本的一個企劃 對 是 所以出了三本 出了三本 尤其後面有那個跟吃飲食吃的有關 是我最想要的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所以都已經寫好了對不對 對 都寫好了 不過後來哈日那個風潮其實就那幾年 然後就突然 就退下 退下 然後寒流就進來 對 對 對 所以後來那個書就 出版社也就比較興趣缺缺了 真的以前語言工具書出的非常的泛濫 對 很多 那現在幾乎都已經降溫了 對 對啊 除非你真的看老師品牌 有些老師如果個人品牌比較有魅力的話 可能還是有辦法出 現在因為都是網路啦 網路的教學其實比較多 想學的比較少說跑到 跑到書店去買一本書回來看 已經比較像以前 老師等於是日文的一個 日本文化的一個研究學者 也有一點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追一些網紅老師 是 所以你要年輕有言之 會說會唱會跳 然後你出書可能就 其實曾經我幫一個日本的新聞網站 就是提供日本新聞的一個網站過去 然後我在那邊有寫稿 有寫一些新聞就是整理 後來我也 其實本來想要找幾個朋友 自己開一個日本的網站 開一個平台 對 還好沒有做 因為後來那個網路泡沫倒一片 所以就剛好2000年 對 就那2000年的時候 2000 2001那個時候 對 大概都是在做網路方面的工作 對 好 那老師另外一個專長是攝影 平面攝影 是 然後之前第一本書也是寫了一本 關於台北夜店 是 我們來講攝影專長 不敢說專長 是有興趣 所以你都是自己這樣子到處去拍店面嗎 然後尤其喜歡夜間的氛圍 對 前幾年有一個我設了一個主題 就是都是去拍台北市的店面 尤其是在捷運站附近 因為常常被人忽略 那我就希望有一個紀錄這樣子 因為我們出捷運就是為了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就會走最快速的那個路徑 然後就到家或到目的地 就忽略了周邊 沿途都沒有去注意過 對 其實很多店面都隨著捷運站的這個開通 都開始美化了 是 不像以前那髒髒亂亂 現在髒髒亂亂就沒有人要進去 所以它起碼在店頭上面 它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設計 那我覺得我就希望把那樣的一種 巷弄的街景留下來 那這個留下來這個是一種 第二個就是說 有很多店可能三年就不見了 對 所以像我去年出了這個台北夜店 這一側攝影機 機裡面大概又加上這一波疫情 應該大概有超過一半的店都不見了 就是你把照片留下來 是是是 可是店面換了 曾經我在FV上面 曾經有放過這樣的照片跟貼文 就有那個已經收掉的店的老闆 來跟我聯繫 他說這是他們以前的店 對我覺得那個感覺蠻不錯的 那我就可能我就會問他說大概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 對以前一個這個街景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才會變化 現在一個店可能兩三年就變化 現在很快很快 你大概兩年沒有去一條街 你就會發現怎麼不認識了 就開了很多新的店 新的店 然後舊的就不見了 對舊的就不見了 而且很多年輕人這個接班之後 他們也會把他們的店面就不同以往 會有新的創意 現在年輕人都很有個性 他會覺得我不喜歡別人的東西 他想要做自己的東西 所以他一定全部打掉 重新裝潢 就花個一百萬 然後實驗個兩年收掉 不好做不好做 不過雖然賠錢 可是至少學到經驗了 是啦就是說口袋夠深其實還好 所以像這本書一樣 其實講的雖然是斜槓賺錢 可是講的也是很多這個 過程的一個學習的人生的一個累積 才會有最後的今天 包括有一個這個非常刺激的工作 日語口譯 大家覺得你日語不錯 就找你去現場口譯 就發現壓力非常大 對口譯我覺得我壓力很大 因為他要同時聽 然後同時理解 同時整理記錄 最後還要把它講出來 對然後講出來之後 馬上要再下一個輪迴的聽 對所以壓力很大 因為我本身的那個聽力 不是像真的在做口譯 口譯的人 所以有時候會怕聽不清楚 那我上次接了一個這樣的 有一個案子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合作案 大概我記得好像是兩億 兩億的合作案 我去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他們又在第二次開會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工作趕快pass給別人 交給更專業的 對 因為萬一你翻譯錯 那個兩億的這個 我覺得那個壓力太大 日本咖啡品牌要來台灣就對 一個合作案 對 是 而且口譯除了這個專有名詞之外 另外有時候他們在語速的表達 有時候會一整段 他不會一句一句給你翻的 對 所以你要把每一句話都記下來 所以有時候你聽了30秒1分鐘之後 其實好多東西 你其實要整理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不會很喜歡翻譯 時間很冷藏 對時間很冷藏 然後因為都是翻譯別人的東西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寫自己 原創的 對原創想要寫的東西 對對對 但我不是說翻譯不好 因為我覺得還是需要他們把好的作品介紹給我們 對 我知道有些翻譯會喜歡自我挑戰他的程度跟能力 是 所以他喜歡翻那種高堅深溫度 有 可以感覺上有的書翻的很好 有的書你就覺得怎麼翻成這樣子 會 所以還是要適當的修論 論稿對不對 就是 不能夠百分之百原文翻 是 會比較順一點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有中文的語法跟結構 所以還是要修飾一下 是 尤其是文學作品對不對 是 文糙糙的 一定要 他一定是要那個 那我如果有翻 我都比較翻像學術的 因為我會比較答義這件事情 我會比較在意 對 就比較不會去羞辭 所以我自己翻的東西 我自己都覺得很硬 是 因為個人職業習慣 對 是 因為我們要很精準 每一個詞 每一個詞 所以老師還曾經當到所謂的系主任 是 那個大學裡也算很高的位置 而且最主要是因為我第二年 到學校第二年就當系主任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意外 因為我第一年去其實很忙 早上備課七點一直到晚上十點 都在學校備課 對 那系主任他就會覺得說 我整天都在 有事情就會找我聊 有些細部就教我幫忙這樣子 所以就幫幫幫幫幫了一年 結果一年後的暑假他過世了 那他過世了 可能學校覺得說我對系舞很熟 所以就希望我能夠把這個系很順的 所以你是很意外的 很意外很意外 對 所以我第二年接了系主任 其實一開始壓力蠻大 因為 還要安撫很多資深的老師 因為他對你 你一個小菜鳥就接系主任 是啊 所以你那時候真的戰戰兢兢 還好系藏老師都蠻支持的 所以串門子也是系主任的工作 到處去 就是一直聊天 對 一直聊天 對 就是 拔甘情的 對 然後知道他們要什麼 想辦法幫幫他們做一點什麼事情 對 但是後來又接了大學的學務長 哇這個位置又更高了 這個是整個整間大學的學務長 校長希望我 因為我本來是在智商中心 智商中心組的 智商中心 然後後來一年之後 那個校長要我去接 那我覺得只要是學生的事情 我都很願意 因為我覺得到學校裡面教育 那就面對學生 所以 我也好像沒有猶豫跟排斥 就接了 學務長的位置已經蠻高的 但是做事情很多很雜 很雜 就跟財務長一樣 對 就很多事情都要碰 學生有任何問題 當然我下面有很多的同事可以 夥伴可以幫忙 一些比較瑣碎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事情還是你要決定 對 學務長他就處理到 各系跟系之間的一些問題 都要 學生跟老師的問題 學生跟系的問題 反正是學生的食衣住行育樂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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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管 除了成績那一塊是教育處管之外 對 其他都 我們都要管 但是他成績不好 學生的事情通通算你的 是 後來有再上去嗎 現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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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學生的工作 大概 大概這樣子 所以我從行政退下來之後 就八年 所以現在就是專任而已 對 專任老師 那我覺得說退下來之後 就想去做一點 以前想做 一直沒有時間做 的事情 因為我在學校行政工作 包括系主任 包括在學務處 一共就12年了 對 那現在做專任的話 有時間做研究了吧 研究也是一塊 但是我會比較著重是在輔導 的這一塊 然後我自己想要做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 寫作書書 攝影等等這些 我覺得應該有 留一點時間給 自己最想做的一些事情 我現在就是把工作跟生活做比較平衡 是 以前都是在工作 以前是衝工作 對對對 包括你這個台北夜店也是自己 下班到處去逛 對 就盡量切出屬於自己的時間 去做的事情 好 隨著書 其實你也開始跑通告 包括廣播通告跟電視通告 對 我們來講電視這塊 是 你對鏡頭比較不習慣 對 我面對鏡頭會比較不自在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對自己的 不知道長相還是什麼 然後其實會有焦慮 就是你覺得講錯 整個形象會被留下來 崩壞 但是你講了這幾次的經驗 其實最後結果還是不錯 等於是前面 其實都是焦慮 工作人員還是會做一些準備 就跟以前我很喜歡舞台劇 我也會表演會比賽 但是我後來放棄了舞台劇 就是因為我要背台詞 然後每次開始之前 我都會覺得我會忘記 我會忘記 我會忘了台詞 所以那個焦慮 我會覺得會生病 所以我後來 就是類似像這種台前的 我都比較沒有辦法 是 其實那個焦慮 就跟我去參加旅遊的話 坐遊覽車的時候 我都不太敢喝水 就我很焦慮說 一直想上廁所 那有些 不是每一台遊覽車 都有廁所 會會會會會 然後最後就養成乾脆少喝 是 金平兄弟也會有那種 很多事情會先去想 對 我就是最怕那個出門 然後遊覽車一次坐一兩個小時 然後可能是一個小時後 才有機會上到廁所 是 我也有會 出門上車前 都要先去上個廁所 心安 對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在外面 跑五六個小時 也沒有上廁所 也會有 其實有時候是心理 心理作用 對 然後有時候我參加那個旅行 我就發現整團 其實老人家蠻多的 是 結果我發現 他們不可能比我會憋尿 結果就是 總之就是自己想太多 因為其實 如果老人家都可以的話 我們不可能比他還不會憋 對 有時候是我們想太多了 就是一種焦慮感 所以在鏡頭前面我也是 一想到說等一下上鏡頭 而且有的是一鏡到底的時候 那種焦慮感就來了 對你裡面有寫說 只有主持人可以喊咖 從路 對 然後來賓只能配合 你來賓不能夠 我講錯了咖從路 對 尤其主持人有時候會突然 轉向我丟出一個問題 是沒有在訪綱裡面 對 那時候有挑戰很大 對 他隨時想到就cue誰 對 而且他也會平衡 如果這個來賓話講太多 你講很少 他就會突然cue你 讓你多講一點 是會有那樣子 所以隨時要接招 那現在應該習慣多了 現在也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也後來在學校 也都站上講台 每天面對 因為面對學生 跟面對鏡頭的感情 好像不太一樣 這兩三年其實都在面對鏡頭 就習慣了 因為都是在線上上課 所以也慢慢自己也覺得 好像也還好 比較自在 好這本書講了老師55個斜槓 賺到錢的一個工作 那有沒有曾經想做 結果沒機會做 未來想要做的 很多 我現在快60歲 但是其實我還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寫書這件事情 其實我會持續在做 另外像剛剛金明兄提到的這種所謂的攝影 其實我還是會一個主題一個主題的 再拍下去 對拍下去 就是做一些影像的紀錄 程式影像的紀錄等等 那其他像有一些剛剛有提到說開店 像開咖啡店其實我都很想開 是 對 那就要真的退休了 因為時間人要綁在哪裡 要存夠錢來賠 對 那當然有可能 對 那或者是開昌演唱 小型的個人演唱會 其實也蠻想的 但其實我最想的是想當廟工 當廟工 廟工其實跟心理諮商 真的還是有點雷同 是 就幫人解惑 當然可能沒有那麼多錢蓋一座廟 所以可能是線上的 那或者是像有一個小店 一個地方 那你就看咖啡館兼心靈占卜 然後就有廟工的功能 是啊 我曾經有這樣子想過 對 就類似那個概念 對 那咖啡館還可以放一些你的攝影作品 感謝金明兄已經幫我想了 對啊 而且攝影作品的話 那個沖洗方便 那還可以把這個作品 壓比較低的價錢 去把它實體販售 對啊 對 結果就是說 我之後其實還有很多想做的 那我就慢慢慢慢的 我覺得人生 過去的人生當中 有很多在幫很多人做事 那我覺得開始要慢慢 留一點點時間給自己 對 好 想做的事情大家都很多 但是身體健康最重要 我們最後來講 這兩年近三年的疫情 是 老師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家視訊 是 教學 是 講一下這段時間 有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或者是來來回回 有時候又回學校上課 有時候又要在線上 對 所以也已經可以適應了 是 就是說通知下個禮拜 變怎麼樣 我們馬上就可以適應 那要在線上 我也試過了幾個平台軟體 那就有時候因應學生的這個需要 那在上面上課跟實體上課 就是因為你看不到學生 學生他不開畫面 有時候他不關鏡頭 對 那鏡頭就算打開好了 密密麻麻一堆人 你也不是 對無法仔細看 你也看不到 看不清楚 對 那所以有時候就會比較放手 你們想聽就多聽一點 所以你已經習慣自言自語就對了 對 習慣自言自語 反正沒有回應是正常 很正常 甚至於有時候下課的時候 還有人在上面 我就說你們還問我什麼問題嗎 還是要幫我關燈 就有幾個同學有時候 人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對 對 就一直掛在上面 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他把鏡頭關起來 他可能躲在旁邊睡覺 他根本沒在聽 對啊 對 所以這個是沒有回應的一種狀況 那有時候如果一個學生回應太多 問太多問題也不行 因為你一直回答他 又忽略了別人 對 因為他旁邊有留言 有些學生他一直丟留言出來 對 一直問問題 對對對 那有時候我也很困問 因為你同時要講課 同時要注意他的問題 對 那所以有時候我會說這個問題 待會下課的時候 老師再想一下 然後再回應你 對 他是留言有些人是直接開麥就跟你 老師我有問題 老師等一下 不行 我都要不准開麥 那開麥我同意 對 否則會很亂 因為一個班 很吵 對 比較反而是有的他忘了關麥 就會聽到一些奇奇怪的聲音 大部分都是播音樂 很high的音樂 對對對 有 然後還有聽到在捷運的聲音 然後有時候我會利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點一下 不是說點名 就是說問個問題 問誰問題 Cue一下 Cue一下 然後有些人說老師 現在不要叫我 因為我在打工 他只是配合開視訊來上課而已 是 這也蠻有趣的意外的收穫 不過今年這個暑假過 應該就全部實體了 就很難再有機會回到視訊了 也是一個懷念的生活 因為像其實上學期都覺得應該不會了 對 結果還後來又來了兩個月 可是這兩個月的暑假 我都覺得大家都瘋了 暑假開始 對 開始都已經回復到以前的常態 那現在就是有一個 就是8月底9月初 剛好要開學那時候 就看那時候疫情有沒有起 如果沒有 我覺得可能 慢慢的大家會回到教室上課 對啊 我看他現在很多人戶外也不戴口罩了 因為已經開放了 對啊 其實我是喜歡實體 就是回到教室上課 那種感覺 面對面 對 學生有時候就是跑來跟你五四三一下 那種感覺是比較 感覺比較好 對 因為在家其實很難專心的 他很難專心 很享受 我們得要專心 因為只有我一個聲音 對 只有你在講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許仁傑老師 為我們介紹他的親書 五十五個斜槓忍生 然後亮出版 謝謝